大家好,我是王胖子,我又来了 然后我们那个98年的时候都玩一些什么游戏呢 我们那时候一共玩的游戏有这三种 一种是那个暗黑破坏神 就是最早的那个暗黑破坏神 那个游戏真的是一个神游戏 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理解那种当时玩的那一种的机动性 其实包括到后来出来所有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新的这种 就是包括后来出来的传奇啦 还有最早的一款网络游戏叫千年 对吧 还有在千年以后就是出来的是那个应该是奇迹 奇迹以后就出来传奇 就是当时三部曲嘛 就这几部游戏 其实都受那个暗黑破坏神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那时候都是跟别人打怪 打怪会掉装备 掉装备把这个装备捡起来 然后被怪打死或者被人打死 你就会把你身上的装备掉下来 他们都是这么去设计这个东西的 就游戏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是理所当来的 然后在随着这种发展 他慢慢的就觉得 哎呀 这个身上把人家装备爆下来就太残酷了 然后慢慢开始就有设计游戏师装备就是绑定了 然后再发面后面就发现 哦靠这个点卡有点坑啊 对吧 以后就不要点卡了 咱们卖道具赚钱 然后就形成了现在各种各样的流戏的门派 但是不管怎么样 RPG的始祖实际上还是最早的这个暗黑破坏神 包括它的操作性 按键 设想 其实都是以这个游戏作为模板的 现在不管你是什么 多么牛逼的这种 就是出来这些游戏 只要不是回合制的 对吧 都是以这个为模板的 回合制是以哪个为模板呢 感觉那时候最早出来的那时候 有一个是仙剑奇侠传 还有一个是那个 呃叫叫叫叫金庸 金庸群侠传 反正金庸群侠传在当时特别有意思 一开始你玩一个英雄 你要去找的第一个帮你的人是个谁呢 是个银贼 你必须要先去找那个银贼 因为他的战斗能力是很强的 一般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那个银贼 有了他的帮助 你才能在那个游戏里面炉火成青 对吧 这两个游戏其实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再后来就当时好像还有那个三国 就是策略游戏是三国群星传 应该是 就当时一起出来的几个游戏 玩电脑的时候 哎 真的是回忆起来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过来 谢谢我 对待会儿 谢谢大家